现在你看到的是发生在巴赫木特前线俄乌交战的真实画面 这个在地上被拖拽的是一名乌军伤员 就在刚刚他还在强攻俄军阵地防空洞 现在就只能躺在地上被队友拖行 那么这个阵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镜头中的步兵来自乌克兰亚素第三突击旅的一营突袭小队 他们的任务是要攻夺被俄军第57魔步旅占领的运河沿岸阵地 但刚接近阵地的乌军就挨了俄方一发重跑 好在他们身处的战壕比较深没有出现人员上网 在转移到安全位置后他们开始商讨起了战术 战术确定后小队开始正式行动 无人机画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人的行进路线 这就是一条公路边上笔直的战壕 一不留神就会被俄步兵串堂葫芦 所以走在前面的步兵很显然比较害怕 但在指挥官的安抚下他还是跳进了战壕 此时俄方士兵已经发现了他 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火拼 接着指挥员命令刚才腿软的步兵向前投掷手来压着 但也是在这时这名步兵被俄军机动倒地 其他士兵反应迅速立马握到躲 指挥员也朝着对方阵地开枪 为受伤步兵爬回安全位置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此时可以看到乌军成员正在给伤员治疗 而指挥员则让无人机勘察现场情况 而无人机画面显示了两名俄军的坐标 乌小队立马向该坐标进行火力压制 与此同时乌方火炮已经就位 巨大的火力压制让俄军不能露头 因此他们开始转移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乌军指挥官发现了逃跑的俄步兵 接着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点射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 乌指挥官并没有得手 而借助这个时机 躲在战壕中的俄步兵爬出来边打边撤 有一名乌步兵因此受伤 而指挥官再次对他们进行火力输出 双方都有不同的伤亡 看着一个接一个的俄步兵逃跑成功 乌军对着他们就是一顿嘴炮输出 在短暂的停火后 乌军指挥官果断下令继续前进 他们此时的目标不只是前方的阵地 还要把俄战壕中的步兵侵获 然而俄军并没有放弃 其中一名上前打探的俄步兵被击倒 其他的乌步兵只能拖拽着将其就走 同时乌步兵已经结束战斗 两名受伤的俄步兵缴械投降 他们被乌军押送着离开了战场 这也预示着该小队夺取阵地的成功 但在该战场的另一段 乌第三图积履的二营小队 也正在艰难地夺取另一个俄军阵地 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阵地不过百米 但现场的战况要比一营小队更加激烈 下面让我们跟随着乌步兵的第一视角 看看这个阵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概30分钟前 这支小队已经集合完毕 并且开始根据事先做好的计划 有需向前推进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乌小队四周地势平坦 面前几乎连一个像样的掩体都没有 所以这支小队的位置很轻易就被俄军发现 随即走在前面的乌步兵就遭到了攻击 后方的指挥员箭撞立马进行还击 为了更快地向前推进 乌军指挥官拿出了榴弹枪队目标阵地轰炸 从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 被轰炸的俄步兵弯着腰在阵地中快速穿梭 以此来躲避乌军的火化 在一轮简单的火力压制下 乌军指挥官也快速移动到不远处的一个目装处 他在此吸引火力 让另一组队员向阵地突击 很快这一支小队就到达了阵地战壕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战壕中有两名俄步兵在阵地右侧 对指挥员方向进行火力压制 而乌军成队列行蹲在阵地左侧的战壕中 并且用手雷吸引俄军的主名 同时为指挥官一组的突进迎去事件 此时可以看到 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俄步兵根本露不了头 只能伸出AK一顿突突来撞弹 而指挥官组的小队趁此时机快速机动 并运动到了俄军阵地的侧方 因此两组乌军小队对俄军形成包夹之势 而此时俄军快速向后方撤队 还有一部分士兵躲进了防空洞中 乌小队趁此机会立马对他们展开火力压制 而从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 可能是两名新兵弹子窃战躲在了防空洞中 而指挥官用一把AK狠狠地砸在了他们身上 还催促着他们出去迎击 但很快就被乌军发现 并且对这两名鹅步兵进行火力压制 另外一边的小队一边投掷手雷 一边快速从地面接近防空洞 此时鹅步兵势单力薄 很显然已经招架不住乌军强大的火力 他们开始尝试向后撤队 但乌步兵已经围了伤了 一名鹅步兵当场被乌军击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两名鹅步兵突然又拐了回来 正好撞到了包围过来的乌军小队 双方在不足五米的距离展开激烈交战 但鹅军很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很快他们就倒在了乌军的墙架 此时在战壕的十字路口围坐了数名鹅步兵 他们一边盯死没有搜索的防空洞 一边警惕着远处俄军的偷袭 正在此时 鹅军的一发重炮在他们附近爆炸 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鹅军重炮锁定 但没想到下一发来的这么快 第二发炮弹就落在了战壕上 在场的所有乌步兵都被震翻在地 不得不说这真实的战场也太恐怖了 要不是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 恐怕刚才那一发炮弹可以要了他们的小命 正在他们休息的时间 刚才逃跑的鹅步兵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不过他们还是又被乌军打了回去 此时躲在防空洞中的鹅步兵已经穷途末路 面对众多乌步兵的围困也是无计可视 从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鹅步兵双手举起从战壕中走出 而乌军也不再对防空洞中的其余人劝降 对着防空洞进行最后的亲密 其他的人则在阵地外围组成防御网 防止鹅步兵回来偷袭 而画面中视频步兵的枪口已经冒烟 想必刚才的近距离作战让枪都有些体会 最后在乌军步兵的口海之下 所有的鹅军被击退 这也意味着乌军在这场阵地战中获得了短暂胜利 但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像类似的场景在不同的地方一直发生着 可以确定的是 战场上的子弹是无情的 每天都会有人成为战争的亡魂 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世界也能恢复真正的和平